路加福音第六章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经过麦田时,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塞人说, 为什么你们做安息日不准做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没有读过达卫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吗? 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拿起供饼来吃了,又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 这供饼原不准他人吃,而只准司祭吃。 耶稣又向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另一个安息日,他进了会堂施教。 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右手干枯了。 经师和法利塞人窥查他是否在安息日治病,好形细控告他。 他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对那枯了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中间。 他遂站了起来,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安息日是许行善呢? 还是许作恶呢? 是救命呢? 还是丧命呢? 他环视众人一周,就对那人说, 伸出你的手来。 那人照样一坐,他的手便赴了缘。 他们竟狂怒填胸,彼此商议要怎样来对付耶稣。 在这几天,耶稣出去上山祈祷。 他彻夜向天主祈祷。 天一亮,他把门徒叫来, 由他们中拣选了十二人, 并称他们为宗徒,即西满。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伯多禄, 和他的兄弟安德雷、雅各伯、若望、 斐里伯、巴尔多路茂、 马斗、多默、 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 号称热成者的西满。 雅各伯的兄弟尤达和尤达斯伊斯加略, 他成了负卖者。 耶稣同他们下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有他的一大群门徒和很多从犹太、 耶路撒冷及提洛和七东海边来的群众。 他们来是为听他讲道, 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 那些被邪魔缠绕的人都被治好了, 群众都设法触摸他, 因为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治好众人。 耶稣举目望着自己的门徒说, 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 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将得保育, 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将要欢笑。 几时, 为了人子的缘故, 人恼恨你们, 并弃绝你们, 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 而加以辱骂诅咒, 你们才是有福的。 在那一天, 你们欢喜踊跃吧。 看, 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先知, 但是, 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 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 你们现今保育的是有祸的,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祸的, 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几时, 众人都夸赞你们, 你们是有祸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 但是, 我给你们这些听众说, 应爱你们的仇人, 善待恼恨你们的人, 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 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 有人打你的面颊, 也把另一面转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外衣, 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 凡求你的, 就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东西, 别再锁回。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 若你们爱那爱你们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因为连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善待那善待你们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 你们若借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未能如数收回。 但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善待他们。 借出不要再有所希望。 如此, 你们的赏报必定丰厚, 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 因为他对待忘恩的和恶人是仁慈的。 你们应当慈悲, 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 你们不要判断, 你们也就不受判断。 不要定罪, 也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赦免, 也就蒙赦免。 你们给, 也就给你们。 并且还要用好的, 连按带摇, 以致外溢的生斗, 倒在你们的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生斗粮, 也用什么生斗粮给你们。 他又向他们讲比喻说, 瞎子岂能给瞎子领路, 不是两人都跌在坑里吗? 没有徒弟胜过师父的, 凡受过完备教育的, 仅相似自己的师父而已。 怎么, 你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而你眼中的大梁, 倒不理会呢? 你怎能对你的兄弟说, 兄弟, 让我取出你眼中的木屑吧, 而你竟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呢? 假善人啊! 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 然后才看得清楚, 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没有好树结坏果子的, 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的, 每一棵树, 凭它的果子, 就可认出来。 人从荆棘上收不到无花果, 从瓷藤上也捡不到葡萄, 善人从自己心中的善库发出善来, 恶人从恶库中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充满什么, 口里就说什么。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而不行我所吩咐的呢? 凡到我跟前听了我的道理而实行的, 我要给你们指出他相似什么人。 他相似一个建筑房屋的人, 掘地深挖, 把基础立在磐石上。 洪水爆发时, 大水冲击那座房屋, 而不能动摇它, 因为它建筑得好。 但那听了而不实行的, 相似在平地上不打基础而建筑房屋的人。 洪水一冲击, 那房屋立刻倾倒, 且破坏得很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